当然不能缺少意识正能量的作品 因为我觉得能够将这种能量传递给大家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类型的一些电视作品的决策给大家 这样我觉得可以从前段的顺床学到努力 然后敬业 还有奋斗 还有不断的创新 那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的今天节吗 希望今天一年能够越来越顺利 然后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个行业的社会